热线12今日关注 黑龙江 警方打掉贩毒网络 抓获41名嫌疑人 北京 早教机构突然关停 家长预付学费 难退换 甘肃兰州 男子长期恶意骚扰110 被依法处罚 陕西宝鸡 警方破获贩毒案 揭开10年前命案真相 各位钟好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热线12 我是曹东 来看今天的热线快报 近日黑龙江警方破获了一起贩毒案 打掉了一条跨多省市的贩毒网络 警方共抓获涉毒违法犯罪人员41名 缴获冰毒20余公斤 涉毒资金百万元 2016年2月初 黑龙江省七七哈尔市公安局禁毒支队 接到举报 泰莱县一名男子 有容留他人吸毒和贩卖冰毒的违法犯罪行为 警方立案侦查 锁定了七七哈尔泰莱县的46岁男子 何某 这个何某是曾经因为吸食毒品 被我们处理过 而且他这个在这个期间 他活动很频繁 与社会上一些吸毒人员联系很密切 社会关系很复杂 我们通过对他工作呢 发现他那个有零行贩卖毒品的嫌疑 为了查清背后的贩毒网络 警方决定成立专案组 通过侦查 一路顺藤摸瓜 将目标锁定在一名王姓女子身上 王某曾在2003年因贩毒被判刑10年 2015年 王某曾多次驾车往返于大庆赵东两地 并且与多名涉毒人员联系 警方掌握了大量王某贩卖毒品的证据 那么他的毒品又是从哪来的呢 对王女 我们经过了近一个多月的工作 发现他经常和广西桂林一个姓陆 发现他俩有经历上的往来 而且这个王曾经也三次到过桂林 与这个陆进行联系 为进一步查清王女士毒品来源 七七哈尔士公安局派出工作组赶赴广西 在桂林警方的协助下 查清了广西陆某的贩毒事实 并掌握了其毒品来源地 为南方某地的熊哥之手 通过卡口信息 发现这个嫌疑人陆某那个名下汽车 每隔8天到10天左右 就会去一趟南方某城 而且去之前 他对资金走向 也是到这个 这个同一个省的这个 固定的一个人 车回来以后 人回来以后 他就有东西往下卖 通过黑龙江警方的大量侦查 该贩毒网络全部浮出水面 6月初 专组得到线索 6月21号 陆某将驾车前往熊哥住处 大量购买毒品 专案组决定 开始收网 但陆某反侦查能力极强 每次购买毒品都会安排两辆车 一前一后行驶 前车作为前哨 后车负责运毒 对此专案组制定了严密的抓捕方案 一组人员驾车跟踪 装有毒品的车辆 另一组则在高速公路出口收费站 设卡 6月21号晚10点 抓捕小组成功将陆某的车辆 截停在收费站处 民警立即将毒贩控制 并在驾驶员座位后面的一个纸箱中 查获了大量毒品 6月22号凌晨一点多 抓捕小组抓获了贩毒人员熊哥 同时在黑龙江的五个抓捕小组 对大庆 赵东 隋化等地的涉毒人员 也进行了抓捕 截至6月24号 黑龙江警方共抓获主要涉毒违法 犯罪嫌疑人41名 缴获毒品20余公斤 查获涉毒车辆6台 收缴毒资近百万元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这一仗打得真漂亮 哪里有中国的家长 哪里就会有早教机构 可就在前不久 北京市长安区东坝地区 一所早教机构 却忽然之间关了门 这让三百多名中国的家长 一时间不知所措 7月13号还在正常上课 然后等第二天一去 发现关门了 然后就发现他店里贴了个公告 比如说他管道维修 再看的时候 再隔两天一看就变成出租了就 原来7月13号 位于北京东坝的一所名为 马尔比恩的早教机构 忽然通知家长们 店内管道维修 暂停授课 而没过几天 一则招租的告示 又出现在早教机构的大门口 这让家长们措手不及 因为毕竟所交学费都不少 店铺关门 便意味着家长们的损失少则几千元 多则上万元 一共交了一万零八十 然后我们就上了一个半月 然后现在还有四个半月 就差不多七千五百六嘛 嗯 就损失了七千多 我们还有六十五节课 折算成人民币还有九千多块钱呢 为使用的话应该是我是最高的 一万六 这些家长中 有的人已经消费了部分课时 也有很大一部分 只上过几节课 甚至从未上过课 我们这边是九号就的钱 然后呢十一号上的课 十三号就就到通知 我们这些都是七月之后的 就是说近期发生的 大家知道这个事之后啊 就是明显能感觉到 是一种上当受骗 像我们北架都打工的 也没有太多的收入 但是为了孩子也没办法 那就是觉得 给他多投入一点嘛 别坐在起跑线上 跟我们一样 家长们表示 周围的早教机构也不少 可选择这所学校 他们也有所考虑 觉得他的品质比较大 我们上网上查了 然后又觉得是个连锁店 不像那个个人的作坊那样的 所以觉得连锁店 应该还是比较正规 特别喜欢老师就 然后没想到这个 才半年时间就人去楼空 到现在我们都不敢跟这个孩子聊 这个就为什么这店就不能去了 店铺关门后 家长们选择了维权 在经过几天交涉后 早教机构负责人王真 终于同意露面 可他的出现 却也没能平复 家长们的不满情绪 你的钱不是我收的 他说他就是没钱 从头到尾就说我没钱 我解决不了 我没钱 就看着就像少无赖的 就赶紧给大家想办法呗 起码有一个正常的态度 他现在就这样了就躺着 然后后来可能就是 哪个家长不小心看到他手机里了 就光支付宝里有六万多 我觉得他是这种诚信特别可欺 据了解这家早教机构 已开店两年多 而今年五月 店铺刚刚由前任法人 转让给现任法人 王真也是刚刚接手这家店铺 至于为什么会突然闭店 王真给出了这样的解释 也不过我自己 很多事情没有搞清楚 就把这个协议签了 全交了 当时是给了他们三十多万 那个李政伟 就是跟我签合作人 跟我说会将客时 你多就还有二十万 两个月就能销完 但是我社会发现 就是不是像他们手中那样 另外呢 还有房租 就是跟房东的合同 和房租这方面 也没有跟我如实告知 在房东提供的合同上 我们清楚的看到 房子租赁期 从2014年7月14日起 至2020年7月结束 而房租则按照前三年 每平方米每天三元 和后三年 每平方米每天4.5元计算 合同上依然写着 前任法人李政伟的名字 对于成租方的变更 房东表示并不知情 自己也是受害者 而对于房租的涨价 王真也称自己被骗了 之前我连房租合同我也没有看到 他跟我说的是 他已经搞丢了 找不到了 对他一开始跟我签的时候 跟我亲亲主 有说的是六年 他签的那个直到2020年 都不涨价 现在都想挽回自己的损失 这个东西 就是光靠人说不行 王真称他已对该藻调机构 前任法人李政伟提起诉讼 而我们试图联系李政伟 但其电话始终无法接通 家长们维权无门 想到该藻调机构是加盟店 他们试图通过总店寻求帮助 他是独立经营的 我们和这个东马店是没有协议的 也就是说 其实在法律层面上 我们没有任何关系 公司也是出于前期 他开的比较早 前期的时候 考虑到说宣传多一个店 可能对这个早期的品牌 宣传上有些益处 还能省些费用 他是这么样一个产物 出现的问题造成损失 我们可能还要采取一些手段 法律手段 来介绍一下两位嘉宾 这位是岳运生岳律师 欢迎你 这位是程立庚老师 本来我们的特约评论员 欢迎你 实际上我们真的是 非常同情这些家长们 叫天天不灵 叫地地不应 人家这个总店店主说了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钱不是我收的 新店店主说 更不是我收的 那作为这些受到了损失的家长 应该找谁又怎么找呢 岳律师 因为这个是一个 很复杂的法律关系 有涉及到很多主体 法律关系很复杂 所以说时间关系 我就不展开讲了 咱就先说总店 那么总店跟加盟店之间 它一般是要有协议的 总店是把自己的商标 自己的一些经营的这种模式 那么授权给加盟店 如果总店跟加盟店之间 都是独立法人的话 那么当然加盟店的经营行为 是自己独立承担的 总店只是收他一个加盟费 那么关于总店是否要对消费者的 损失承担责任 目前在实务界是有不同的观点的 就是有的认为总店也应该承担一部分责任 有的认为总店不应该承担 就是加盟店 他独立法人独立承担 那么这个案件应该看总店跟加盟店之间的合同是怎么样的 总店在这过程中有没有一些过错来综合判断 那关于加盟店 加盟店现在也出了两个主体 一个是前面的李政伟 一个是后面这个王珍 我的判断 这个加盟店呢 他应该是一个有限责任公司的形式 他只是股东可能发生了变更 或者法定代表人发生变更 这个主体还在 所以说这个主体呢 就是这个经营主体 他收的这个钱是属于经营主体的 并不是说前面收的是李政伟的 后面收的是王珍的 所以还是由这个经营主体来承担责任 那么如果这个李政伟在卖给王珍的时候 从这个主体里面把钱拿走了的话 那么在他拿走钱的这个范围内 他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所以说对于家长们来讲 首先这里如果有犯罪行为 到公安机关去报案 如果没有 那么找一找总店 总店要不承担责任 找加盟店的这个经营主体来承担责任 可以把所有的这些主体 都把它列为被告 到法院去起诉 对 现在民办的教育机构是越来越多 类似的问题也是时有发生 那问题的根源到底在哪呢 程老师 我觉得还是我们现在 大家都很关注教育 所以其实这也是现在的一个产业 其实我们类似的事情出的 也不止这一起了 关键这种消费 还是一个预付费的消费 所以其实在这个当中 是有一定风险的 我觉得我们在对孩子教育 进行投入的时候 要看清这样的一些个教育机构 选择那些个有诚信合理的 另外不一定非得交很多的钱 还有呢 就是这个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觉得大家对教育关注是没问题 比如说 我们会觉得早教育有没有意义 或者说这种教育应该 我觉得早教没问题 关键是教什么 你应该是教这个孩子的情感 或者说他这个自己独立能力 包括一些个价值观的这种成长 今天很多是学知识 就你先把这个小学的课程就学回来了 如果没学跟别人比 你好像就受到了影响 这其实不是早教的这种意义跟对焊 我觉得很多家长多陪一陪孩子 让孩子健康快乐的成长 未必不好 好的 感谢二位 我们栏目曾经关注过一起 发生在北京的虐童案 孩子的父亲李某 因为犯故意伤害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 而孩子的母亲向法院申请 希望撤销父亲的监护权 那这起案件呢 今日开庭审理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 整个事件的过程 2015年6月15号上午 不满三个月的男婴乐乐 在位于北京市通州区 焦王庄的家中 被父亲李某 殴打近七分钟 后经医院诊断 男婴出现 创伤性 颅内出血 硬膜下肌液 颅高压综合征 等多达11种病状 因为涉及儿童虐待 医院方面迅速联系了警方 而当天 乐乐的父亲李某 被警方带走 接受调查 2010年 乐乐母亲瞒着自己父母 与认识不到三个月的李某 偷偷领取了结婚证 随后两人来到北京打工 2015年3月 南婴乐乐 在河北省香河县出生 而据乐乐母亲回忆 在孩子出生前 李某就已经有了 打人的习惯 对乐乐的母亲经常拳脚相向 你当时会反抗吗 越反抗越厉害 因为我没劲儿小 她长得比我高又大 2015年6月13号 因为一些家庭琐事 乐乐母亲被李某打骂后 选择了独自外出逃避 当她再次回到家中时 发现了床上四肢僵硬的乐乐 我看见她已经瞪着眼 脸都是纸的 心里都是纸的 我已经没有哭声了 那时她还说 你看不哭了吧 我在家带着多好 乐乐被打后 在社会各界力量的帮助下 得到了及时救治 而乐乐的母亲 则决定起诉自己的丈夫李某 2015年9月15号 母亲申请撤销父亲监护人资格案 在北京通州区人民法院正式立案 好 就在今天上午呢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 开庭审理了此案 我们的记者也是赶到了现场 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今天上午9点15分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 开庭审理了 母亲申请撤销父亲 监护人资格的案件 因为处于服刑期间 板恩的被告 也就是乐乐的父亲李军 今天未能来到庭审现场 而乐乐的母亲 因为要照顾乐乐 由她的律师代表她出庭 打出的时间左右 被申请人就开始 有后来不同的情况 然后直到2015年6月13日的时候 我们家中的有打的行为 打儿子打伤 今天上午9点51分 经过法庭现场调查 现场执政和现场询问等程序后 法官当庭宣读了判决结果 有人闲着没事打孩子 也有人闲着没事打110 近日甘肃的兰州警方 就对这种骚扰110的个人的行为 进行了处罚 近日甘肃兰州警方 对一些长期恶意骚扰110的个人 进行了处罚 其中一名男子 从2012年开始给110打电话 四年内拨打了19854次 记者从接听记录上看到 通话时间大多只有几秒钟 偶尔接通的时候也是语无伦次 经调查 该男子每次喝醉酒都会拨打110 四年内平均每天超过30次 虽然民警对他进行了多次批评教育 但是他还是屡教不敢 最近该男子就因多次恶意骚扰110 扰乱秩序 被处以治安警告处罚 今年1月1号到7月18号 甘肃省兰州市公安局指挥中心 共接到了报警电话42万次 其中骚扰电话就有5.5万次 占总数的13% 据警方介绍 除了恶意骚扰电话以外 也有不少人是因为在拨打移动运营商 客服电话时不注意 误拨了110 下面进入今天的学人信息播报 李珍珍 女 1991年9月3号出生 1995年9月12号 在江西省瑞昌市武里桥附近失踪 体貌特征 腰上有个烫伤疤痕 胡洪亮 男 1983年8月31号出生 1990年10月21号 在四川省广安市临水县城南镇排放村失踪 体貌特征 单眼皮有两个酒窝 肚皮上有一个火前烫伤的疤痕 知情者请联系宝贝回家志愿者协会 宝贝回家接待群QQ号码1840533 寻找亲人可以联系当地公安机关 采写检测DNA 输入全国打拐DNA数据库 这一过程中不会收取任何费用 来看今天的热线故事 陕西宝基警方破获了一起贩毒案 可是犯罪嫌疑人在被捕的时候 却显得异常的紧张 这种反常立刻让当地的警方觉得 这背后肯定还有事 2014年4月10日下午5点钟 陕西省宝基市陈仓区警方正在严密监控本地一家快捷宾馆 他们刚刚接到一个线索 之前经过侦查锁定的贩毒人员阿龙 很有可能就在这家宾馆三楼客房进行毒品交易 特勤给我们提供线索 说有一个这个年轻小伙 在城仓区国阵地区 就是他手里应该有一批货 像西东人员这个贩卖 然后我们前期进行了这个侦查 跟这个墨牌走访啊 确定了这个阿龙 警方了解到阿龙现年26岁 宝基本地人 常年在外地居住 未婚 无固定职业 警方见抓获时机已经成熟 立即冲进宾馆三楼 而当阿龙看到警方闯入时 他立即慌张逃跑 一出门就走错方向 撞到一面墙 当时已经是秋天 可阿龙被抓后 浑身汗水竟湿透了整件衬衣 这令警方感到的一些异常 根据我们这么多年的经验 也没见过 抓住吸毒贩毒的反应那么强烈 感觉浑身也太软了 感觉好 脸色煞白 因为从当时来看 他所携带的毒品也并不是很多 不应该表现出如此的这种 紧张情绪 警方将阿龙抓获后 立即在其身上搜出11克冰毒 警方接下来又跟随阿龙 来到其在宝鸡的住处 搜出20克冰毒 阿龙说 他常年在外地 过着混社会的生活 在广东给一老板当保镖时 受到社会上不良人员影响 出于经济目的 做起了贩毒的违法勾搭 阿龙交代 他在广东时听人说 回陕西老家贩毒收益高 于是就从广东东莞 以毒贩手中 买来冰毒100克 大部分都已经卖给了本地毒贩 黄某 手中还剩下着30多克冰毒 2015年3月中旬 阿龙因贩卖毒品罪 被当地法院判刑9年 而阿龙在被抓获时 异常紧张的表现 也引起了警方的高度注意 因此 当阿龙在进行完例行指纹 和血液信息采集后 警方立即将样本 送入上级公安机关进行对比 经过比对 警方发现 阿龙竟然与10年前 发生在本地的一个 重大杀人抢劫案件 有着很大关联 终于有限了 10年了 这个案子呢 在死也没把它忘记 死也没把它放弃的情况下呢 在 在就是定案的主要证据上 有突破性的进展 这是我们 每一个侦察员的心里都特别高兴 10年前的8月4日清晨 警方接到报案 本地以加油站会计 53岁的老李 在加油站营业室职业班时 被人连捅十几刀残忍杀害 死者老李的家人对警方说 老李被害前 一直本本分分工作 从没有得罪过什么人 因此 他们都对凶手是谁 这个问题 没有任何头绪 而警方经过详细调查 也只在案发现场 找到了三枚指纹痕迹 其他线索则一无所获 10年后的2015年4月初 警方从上级公安机关处得知 毒贩阿龙的指纹 与当年加油站杀人抢劫案 留下的血指纹 在进行比对后 竟然完全吻合 10年前 16岁的阿龙会是杀人凶手吗 为了调查清楚真相 警方将等待服刑的阿龙 再次提出来审讯 从这个看守所往外提的时候 我们就和前面有大尾一样 我们安排两名侦察员 穿着警服武装起来 然后把他从看守所里面提出来 没有再丢地审讯 我们变了一个审讯地方 提审过程中 警方刚问了几句话 阿龙就浑身颤抖 汗水淋漓 表现非常反常 他全身的肌肉就抖起来了 脸就炸红 情绪非常不安 过了一会儿 也头上就冒了血汗 警方让阿龙回忆 他还有没有其他犯罪经历 阿龙只是谈了贩毒的一些情况 然后就一直吞吞吐吐 欲言又止 仿佛还有什么事 不敢对警方说 感觉他在吐口的时候 准备说这些什么时候 他又停了 他又说自己没啥事 就这话上到嘴边了 又咽回去了 话又到嘴边了 又咽回去了 三三四五好几次那样子 阿龙欲言又止的态度 让警方对他更加怀疑 经过警方将近三个小时的耐心沟通 和政策宣讲 阿龙终于说 有一个秘密 他一直压在心底 然而 他一直漂泊在外 非常想念母亲 希望与母亲见上一面 只有这样 他才肯说出那个秘密 那么 那么就去派人去把他母亲接过来 让他们母子见了一面 在警方的安排下 阿龙的母亲带着阿龙两个弟弟来到警局 母子终于见了面 两人头非常痛响 完了 就抱头痛哭了一场 与母亲见过面后 阿龙同意说出压在心底的秘密 原来十年前 他抢劫了本地一家加油站 并且杀害了一个职业般的老人 喝了一口水 对他们说 我杀疼了 非常平静 心情非常平静 似乎在他身上压了一块石头 终于落地了 阿龙虽然认罪 但警方经过调查发现 十年前 五十多岁中等身材的死者老李 先是被凶手制服后 遭到了捆绑 然后被捅数刀死亡 而当时 阿龙刚刚年满十六岁 警方分析 这整个杀人过程 仅靠他一人难以完成 面对警方追问 阿龙终于交代 当时还有一个同伙 跟他一起作案 警方了解到 阿龙口中的这个阿雷 今年二十六岁 保鸡本地人 目前在北京一家电话营业厅 做客服工作 于2014年 和一个24岁山东籍女子 刚刚结婚 警方立即奔赴北京 经过五天摸牌 在阿雷租住的 北京朝阳区 一居民区中 将其抓获 阿雷得知 抓他的是保鸡警方 当时就认了罪 至此 侦查十年的加油站 杀人抢劫案 终于告破 这次抢劫 杀人案件的诊破 经历了十年时间 虽然怀了 集中局长 但是对 改变的诊破工作 一直没有放弃 能将传统的 政策漠视 和公安兴起化的应用 密切的结合 最终是 年间成功的告破 阿龙交代 2005年8月3日白天 他们先是来到 事先选好的 加油站蹲点 等到深夜1点钟 他们敲开营业室房门 在抢劫了 300多元现金后 用事先戴在身上的匕首 将值班人员牢里杀害 赢劫了好几岛 然后他又在后背上 上班时候靠正监的部位 连砸了好几岛 阿龙说 阿龙回忆说 十年前还在上初中的他 因成绩不好 经常逃血 父母因此经常打骂他 他觉得难以接受 才选择了离家出走 无论是我跟别人打架 还是别人打我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别人的孩子永远都没有错 所以我是三天一小打 两天一大打 天天爱打 阿龙说 当时他与好友阿雷 一起背着父母外出流浪 坐火车来到了湖北省 江身上戴的钱花光后 就有了抢劫的打算 他们先是回到了家乡宝基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 发现位于阿雷家乡的 一家加油站 位置非常偏僻 夜里只有一人值班 而加油站一天营业的收入 就存放在营业室内 于是他们就在那里 犯下抢劫并杀害 值班人员的犯罪行为 阿龙说 这十年来 他一直精神高度紧张 经常做噩梦 十分害怕被警方抓获 梦到被警察抓走了 梦到被受害人 把我给杀了 有梦到自己 作恶多端 死无全身 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 我迟早会有一天 不走进监狱的大门 或者说 一命第一命 十年后 案件水落石出 阿龙终于认罪辅法 当初一个少年 因为家庭的一些原因 误入歧途 犯下抢劫杀人的大错 给受害者一家人 带来深重灾难 阿龙说 他对十年前犯下的恶行 追悔莫及 做出这种事 一辈子都不会心安理的 一辈子都要活在 自责 愧疚 我对不起他们 希望他们 能在 知道我已经受到处罚 受到惩罚 之后 能够放下心中的抱负 幸福的生活 对于阿龙所说 离家出走 是由于家庭原因 警方在阿龙母亲处 也得到了印证 然而 阿雷竟然也在十年前 外出流浪 并犯下抢劫杀人的犯罪行为 这令警方感到匪夷所思 通过我们对他单位的走访来 还有周围邻居等贸 调查来 他在单位应该表现还算是 争规争取 比较表现比较积极 从来没有犯过什么错误 当时我们还怀疑是不是扎错了 他们 母亲 还有他妻子都反映 就是说 是不是我们搞错了 警方在抓获阿雷后 通过询问他的亲人和同事得知 阿雷从小非常听话懂事 成绩也很优秀 他在北京 左电话营业厅客服人员期间 也因为规规矩矩 踏实肯干 受到了同事跟领导的好评 办警官都表示 他们都对阿雷走上 抢劫杀人这条犯罪道路 感到非常不洁 本故事未完待续 明天还有下集 我们先来澄清其中的法律问题 这两个小伙子也杀人犯 一个叫阿龙 一个叫做阿雷 这个阿龙当年是 也就是十年前杀人 十年之后他是贩毒 而这个阿雷十年前杀人 但是当时只有16岁 而这个十年间 他一直是安分守法的 那这两个人 是不是面对法律的惩罚的时候 会有不同的量刑呢 对那当然了 对于这个阿龙来讲 他是现在已经因为贩毒被判刑了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又发现前面又有新的犯罪 以前的犯罪 发现这种新的犯罪的话呢 也要进行追究 那么追究呢 这等于两个罪了 两个罪呢 要进行恕罪并罚 所以说他肯定要中了 因为他还有一个贩毒 那么对于阿雷来讲呢 他只有一个抢劫杀人的 这个犯罪行为 那么这个抢劫杀人的犯罪行为呢 因为他已经年满16周岁了 那么按照那个法律的规定 他也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对 刑事责任年龄是这样规定的 14岁以上就承担刑事责任 但是到16岁之间呢 他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他只有犯了那种 抢劫呀杀人啊等等 这种严重犯罪的才追究刑事责任 16岁以上就只要犯刑事犯罪 就都承担责任 但是只要不满18岁的 一般都不怕 不是叫一般就不会判处死刑 对 为了区区几百块钱 然后就挥一刀刺向一个素不相识的老人 您对这件事怎么看呢 程老师 16岁的两个青春少年 这个错误 我们其实都会觉得非常的心疼 或者说也不可思议 而且这两个孩子还不一样 一个是好好学 一个是不好好学学的 我觉得其实要反思 是我们在教育过程当中出现了问题 是我们的家庭跟学校的教育当中 对这段时间孩子的教育是什么 少年时的遭遇 让他们选择逃离 大大杀杀 快意恩仇 不嚣嚣家里怪人 一念之差 他们踏上无法回头的不归路 陕西宝鸡 贩毒案 签出杀人案 两男子潜逃十年后落网 肉线十二 明日不出